大基層人工需。八十医学时全国总计有三所技术学院,七十四所。 四、专科学校快速缩减影响基層人工。 八十医学时全国总计有三所技术学院,七十四所专科学校到一百名。 学全国总计有五十三所科技大学,二十四所技术学院,十四所专科学校。 对于升格改制后的技术学院或科技大学,虽然仍然可疑附设专科部。 四十五。但学校设置专科部的一变相对教育,专科学校的快速缩减也逐渐。 冲击到二级的招生。目前高等技职教育学生以四级学生最多占。 百分之六十九点五八。其次为专科学生占百分之十二点九。再次为二次学生占百分之五点五九。 四则为硕士生占百分之五点零一。以上合计已占百分之九十三点零八。 专科毕业生缘试点。见人的重要人,但其在高等技职教育体系之理重却从临国八十占。 百分之九十八点一九。百分之九十八点一九。至一百零一级素萎缩至百分之十七点二七。 从教育同资或个人教育生亚规划的观点而,毕然所有的人,需要或期望接受完整的大学四教育。 国内专科教育为了走向自在。 升学及文明的价值导致下质界萎缩,导致业界缺乏基层任资源支线。 像,在高等教育预测进化的基金,或许能透过基金的制导引配。 和业界提高概率,改善工作环境之诱因,强化僵科教育的存在功能。 重新改变社会对专科教育的评价。 五。技职教学力源有待加强。 以目前公司学校的力,可以明显看出技职教育与私学校位。 主的特色。高值的在学学生就私学校者占6层以上,计专校认识。 学校的学生所占比高达8层以上,相对于高中和大学就所。 学校的学生所占比于险教育,显示政府在继续教育的同资相对面。 D。此外,私学校在各项子客观条件上不骗教买与公学校进展。 旧私学校的学生需要遇难教育。 旧私学校的学校在其享有的教育资源选。 旧公学校导致在社会的评价上的所差,既致体系往往成为生。 学识的第二选择,此一位原因之一,也因此在高线上, 旧私学校的趋势。 之下,仍以学生缘减少首张其冲的一位精职仪器的学校。 同时,经由据分析,发现技职教育学生加读社经背景普遍教育。 通教育学生会与此一线向流进食校院学生整理学达背节点及弱势剧。 学的申请人,为一般大学的二倍以上即可看出,但相对弱势的技职。 体系学校其所分配的教育资源却仅一般大学体系,加以技职体系设。 46.智智科系,其运作需有较多设备的同步,才能有效尽专业教学。 以高级看,其教学相关仪器设备自明国87后经费协。 足,直到明国97本目向政院争取特别预算或大费需方案。 7.台并20亿元新购获态换实习教学设备,与学校符合97修订方。 不知。 不知,职业学校举科课成钢要及设备精准,要求共进补助124所高。 职充实改善实习工厂设备,发展区域技术教学中心并实区域产业。 教学特色,统筹运用设备经费,达成高级教育务实质用及服务产业设备。 求职目标,情形才稍加改善,但至今设备又赢后业界甚多。 在职专,校园方面,虽然情形较高职位加,但其设备与业界仍有相当差距。 既职学生基础学科及国际化成等组。 过去既职教育与就业围导项,其课程设计与专业课程及实务序为主。 但随着既职教育与建签部升学导向课程浅阶的问题。 既职教育与建签部升学导向课程浅阶的问题。 既职学智教育复杂,分位高级。 助理スauft费所。 既职教育人交集、放名 Canada。 既职学道童ico finance motion圈奈的问题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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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